伊若芬,2023年寿苏慧 2023年1月10日,农历12月19日,纪念苏东坡986岁诞辰 经过2020年以来三年的新冠疫情 我和大家一样,在身体、精神等方面都经历了考验 2020年,在新加坡阻断措施期间 我闭门在家77天,足不出户 完成了《倍万自爱》 学着苏东坡爱自己,享受快意人生这本书 后来荣获新加坡联合早报2021年十大好书选 感谢读者从书中有所启发 也感谢联合早报2021年十大好书选的评审青睐 《倍万自爱》 学着苏东坡爱自己,享受快意人生 有望在2023年出版大陆简体字版 书名是《自在自爱》 苏东坡的生活哲学 疫情初期,已经有学者提到 苏东坡对公共卫生的重视 不惜打破自己发下的重大誓言 把秘密的药方公开 这个药方叫做《圣散子》 神圣的圣,散布的散,孩子的子 圣散子,救人无数 苏东坡又在杭州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公家医院 叫做安乐坊 学者大大包扬了苏东坡对于防范和治疗瘟疫的历史贡献 不过,由于资讯多次转发 内容有些差异 加上很少对于《圣散子方》的全面反思 难免造成有些不明究理的人 直接根据书里的《圣散子方》去抓药 以为可以治疗新冠病毒造成的瘟疫 我经常说,苏东坡是人,不是神 在全方面认识和研究苏东坡之外 我们也必须接受它不够完整、全面的一部分 比如说,《圣散子方》后来还造成了一些危害 苏东坡写过两篇序文 介绍获得《圣散子方》的来龙去脉 和它在黄州、杭州一并的经过和结果 《圣散子》是苏东坡的同乡 名字叫做潮谷所拥有的秘方 这位潮谷姓的潮是鸟潮的潮 谷是道谷的谷 苏东坡听说潮谷有这么一个秘方 而且这个秘方还不传给自己的孩子 于是就向潮谷恳求获得圣散子这个秘方 潮谷熬不过苏东坡的请求 要苏东坡发誓不再外传 于是苏东坡只将水发誓 获得了《圣散子方》之后 苏东坡想到 如果民间疾苦 需要秘方医治病情 还是必须打破自己原来的誓言 于是他就把《圣散子方》 传给了名医叫做庞安石 庞安石把《圣散子方》写在他的书 叫做《伤寒总病论》里面流传了下来 《圣散子方》真的那么好用吗? 我们在资料当中看到两则 关于《圣散子方》不能够医病 反而造成了危汗的情形 一个资料是南北宋之间的叶梦德 他在《避暑路话》当中说 《圣散子》曾经风行一时 但是最后又消声无忌了 他说 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 医生庞安石也叫做庞安常 非常善于治疗伤寒 苏东坡知道《圣散子方》 不见于前代的医书 于是就把这个《圣散子方》 传给了庞安石 写在他的《伤寒论》当中 天下的人都相信 《伤寒论》这本书 又因为有苏东坡作序 所以在宣革年间 也就是公元1119年到1125年间 在经师变量非常盛行 可惜大家盲目使用这个《圣散子方》 不但不能医治 反而杀人无数 于是就废弃不用了 第二条资料是医学名家陈炎 他是南宋人 在1174年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三阴级病症方论》 简称三阴方 在三阴方里面 他也讲到 《圣散子方》是治疗寒疫的 也就是寒所造成的疾病 但是因为有苏东坡作序 天下通行 在公元1151年 永家瘟疫期间 被害者不可身属 也就是说 在《三阴方》当中 特别强调要了解病的原因 而不是盲目相信 名人所写的药方 也不能随便从 《伤寒论》这样的名著当中 自己去找药方子来医治 总而言之 我们感佩苏东坡 对于老百姓的疾病的关怀 愿意把密传的《圣散子方》公开 而且真的曾经在 在黄州和杭州 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以及救助 但是 苏东坡是人不是神 所以 任何的医疗 都还是要有科学的根据 中医也讲要 对症下药 2023年 新冠病毒造成的疫情 还没有完全地解除 但是 全世界已经慢慢地必须适应 与病毒共存的生活了 我们 我们 怀念苏东坡 我们 纪念苏东坡 在 2023年 1月10日 苏东坡 986岁 诞辰的日子 还是 还是举行 在云端网路的寿苏会 用苏东坡曾经博爱大众的心情 和大家共勉 一起祈祷 世界人类的健康和和平 我是伊若芬 祝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